超市内夫人说什么就是不理店员 接着爆发激烈冲突 不止怒枪店员夫人还拿起物品 往地上猛砸 暴力事件在超商上演 27号下午2点多 72岁张欣夫人来到台中市大雅区 一家超市却不肯配合量体温 也没食联制 直接冲进超市遭店员制止 他却当场暴走 同样不肯配合防疫的还有这位 男子没戴口罩还狂呛袁警 大声不要骂脏话 甚至出拳要揍人 袁警把人压制在地上 鼓起男子不停挣扎 另外在云林也有人故意唱反调 没戴口罩的男子走进超商 被店员规劝 他却当作耳边风 一旁的女客人也看不下去 挺身而出 女客人赶紧把对方推出店外 不止如此 云林还有一名男子把车开进加油站内 同样没戴口罩 员工吓得离可报警 非常时期 民众别为了贪图方便 成为防疫破口 记者廖文斌 陈广瑞 王百英台中运林采访报导